戏指浮山街工友的长期遭民众非法占用 市府最近也在进行拆除作业 将开辟位占地有1500平的大公园 图观天下有限电视提供分享 戏指浮山街在白云国小后门有一处工友的长期遭民众非法占用 市府最近也在进行拆除作业 将开辟位占地有1500平的大公园 并且也邀请公民团体及热心妈妈一起加入规划 希望能营造友善共荣的公园修建环境 浮山里长谢志中表示 在戏指浮山街底靠近白云国小后门的这一大片用地 目前用铁围离的范围都是公有的 不过之前遭民众长期非法占用 现在市府要孩的渔民 最近机具人员进场将地上物全都拆掉 要开辟城仙平大公园 民众都好期待 市议员廖正良服务助理廖仙强表示 白云国小胖有一块非常大的工友的 过去是台北市政府所有 现在拨给新北市政府使用 所以也开始进行违规地上物的清除作业 在开辟城公园提供大家使用 那因为现在都很注重公园品质 不同于以往罐头市公园 游乐器材一成不变 这次也有还我特地公园行动联盟参与讨论 一起提出设计规划意见 这次专案执行内容就是针对占用的地上物全都排除 新建公园并且邀请公民团体一起加入 所以会看中许多热心的妈妈也来参与讨论 这一大片用地有1500平 市府也做了初步的公园规划 对于千平大公园地方很期待 妈妈们也提出意见 不喜欢孩子都一直打电动上网 所以希望能够多增加一些符合大一点的小朋友可以玩的游戏设施 像是攀爬类或是挑战性比较高的游具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王小姐也希望提供比较大龄孩子的游戏器材 因为一旁就是国小 建议设计一些小学生也能玩 比较具有挑战的设施 提出高踏式的设计 有三种不同的同度 9公尺6公尺及3公尺高的滑梯 滑梯的种类也能多样化滚轮式封闭式 甚至是不同材质提供多元不同的 刺激 白云国小校长洪国伟表示 学校也希望利用这次的机会可以跟外面的场景融合在一起 另外如果外面是很有特色的游具 适合大孩子的也希望跟校内做一个门出去 让老师可以带着孩子到公园去享受蓝天白云的感觉 符合学校运动乐活的目标 公有的长期占用景观杂乱 是否推动点亮美乐的专案 在福山街这里要开辟一个千坪特色大公园 营造友善共荣的公园修建环境 目前还在整地中 预计明年要进场试作